欢迎收看破目为祸 代言的Pokemon Go Battle 对手又是新加坡打麻 是吧 老对手了 第一个出场呢 我还是娃娃鱼 Icy的Spray 但是我猜这次我甩大招的话 他应该是不会挡的 因为他应该觉得我会丢Icy的Spray 是吧 他这回是一个毒属性 对啊 正好我小招就克制他了 他估计要换人了 好 看他换谁 我换谁 哎呦 我呦 我这赶快换 赶快换了 我哪个去 他就像搞了一个这个非洲的这个这个草 是吧 这个草打在那个我的那个娃娱身上 那是超级疼的啊 好 但是他打我的这个啊 他就比较惨了 是吧 这保镖在这里 这样的话 他就基本上没戏了啊 保镖就是干这个 你换我也换 是吧 你这样第一个虫被我抓住了 你马上就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了 我这个打他是Super Effective 是吧 他打我是双重被克制 他不知道有没有给那个草开二技能 是吧 好 他如果还是离夫不累的话 这一栏不挡 是吧 这一栏过来啊 这打我身上跟老痒痒一样啊 好 我居然跟布莱斯把他咬死 同时还攒了能量啊 这把赚大了啊 好 他两个盾还在啊 我两个盾也还在啊 那这个上是谁 呦 那这个上了 上了这个家伙 那我肯定要换那个毒来克他了啊 我用Sky Attack 搞他啊 然后换人吧 还换不了 还换不了被锁定了啊 只能这个在搞之前多搞几次Sky Attack 咱肯定不能让他用这个冰直接把我秒了是吧 那亏大了啊 咱们还可以放个Sky Attack 可能没必要这么快就放弃是吧 好 不过怕就怕他在我身上攒能量啊 是吧 那个那还是有点头疼的 哎呦 还好 没亏 没亏 逼出了他一个盾啊 赶紧换 换人 是吧 咱们的这个也有保镖的啊 我们的那个 那个Ataria也带了保镖啊 他 他也换了啊 他换成这个来 这个还好 不是特别的克制我 是吧 好 咱们来一个Thunderbolt 打了身上中性伤害啊 无所谓 然后他挡一下 他的盾已经耗完了 那他打我们的话 对我他有地属性啊 得挡一下啊 他还是有点克制我的是吧 他有Mudbump 那这下子还有点麻烦啊 咱们等着换人的时间到啊 赶紧 不过我应该下一个Thunderbolt 我应该放的比他可要快啊 哎呦呦呦 糟糕 他放的比我快啊 这样是麻烦了啊 这样麻烦了 被他反把我抓了是吧 这快大了啊 这修飞一发又死掉了啊 那好 咱们那个Ataria把他咬死啊 然后同时在他身上攒 攒点能量是吧 然后再再再来咬那个 再来咬那个阿斯莫一下 呦 阿斯莫直接把他的这个放出来 那也好啊 我把他这个阿斯莫的那个I-S-BIM 逼出来 拉我后面 这个这个娃娃鱼 可以一个可以一个一个地震 将来带飞了是吧 啊 我们的地震的威力还是比较强大了啊 就看这个地震了 带飞他的话 他待会那个再来一个I-S-BIM 就把我带飞了啊 好 带飞了带飞了 这个虽然没死 但是基本上 哎呀 糟糕 糟糕 他伊斯玄反杀 不会吧 不会吧 被反杀了 哎 哇擦 哇 娃娃鱼 最后伊斯玄厚得住了 哎呦 真他妈 真他妈艰苦啊 真他妈激烈 好 这把还打得不错啊 第二把开始了啊 他竟然乐带草笼 都出来了 Tropies都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啊 我自然要换上Tropies的克星啊 那个当然就是那个钢鸟 是吧 这回首发钢鸟 看看能不能抓住他的Tropies啊 好 刚才有 哎 他又换了这个架 那应该搞得定吧 不过他Dark对我也没有啊 也算是普通伤害是吧 你看呦 他咬的还挺猛 你看他这个Bite的伤害力 还是相当大的啊 感觉我这回要被他咬死的节奏啊 好 不要紧 我还有一个克制他乐带飞龙的是吧 好 他肯定是要挡的啊 咱可以被他咬死的话 所以咱盾可以用的比他少用一个是吧 好 他大招来了 咱们也挡一个啊 他肯定是在放第二个大招之前 我可以又再放一个Sky Attack 有可能还会放出第三个Sky Attack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我知道他那个Bite本身攻击力特别强大啊 但他的这个展成量时间比较慢啊 他干脆直接不挡了 舍不住用他最后一个盾啊 这样的话 他这个黑狗被我干死了啊 呦呦 他投篱笆的 这个是投篱笆的 他这个投篱笆打我基本上是没什么伤害的 是吧 那咱也不挡了啊 他这个是怕草 是吧 我带了草苗啊 Mod Bomb 是吧 打我这个伤害的非常的小啊 咱们还可以给他一个Sky Attack 是吧 好 我想想看我好像没有带草啊 但我带了 哦 我带了一个有草攻击的 我的白狗啊 我的白狗在后面 然后有个大招是草戏攻击啊 这样的我肯定就不挡了啊 我们白狗把他给干掉是吧 顺便攒着能量啊 好 白狗上啊 把他给 下了口罗干掉啊 呦 不要卡呀 童子啊 不要卡呀 又卡了 打卡了卡了卡了 怎么回事 哎呦 冻下了冻下了啊 下了口罗把他干掉 攒着能量啊 看他上来的是谁 是吧 是 那是那个草的话 哦 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样的话 我得用电的攻击了啊 上我的下了口罗 小招是克制他的 是吧 他这个Bronzone终于 这次没有起到骑兵的作用啊 咱Sander 打的是普通伤害啊 我的草 Grasnaut打的是那个 Not very effective 是吧 好 他已经没有盾了啊 我这个盾也可以用上了啊 他这个 那个那个斩能量放一个大招是很困难的一个事 是吧 咱们挡一挡 肯定是不亏的 好 最后一个Sander 松他归息吧 他已经没有盾了 Sander 蹦 好 归息了 行啊 看到最后一个虫 哦 他没有最后一个虫 已经打赢了 我第三个虫都没出场 啊 这把取得了完胜啊 好 打出了GG 还是第一场 比较激烈一点啊 好在这里事后总结一下为什么第一局会那么艰苦啊 因为我第一个虫已经成功的抓住了他 而且我的Artaria对上他的Trapist 那是极其克制的把他那个乐带草龙给干掉了 这种情况就难差点输了啊 为什么呢 原因就有有几个啊 第一个抓住他的那个虫 那个Toxic Quark他换了是吧 既然换了咱们就得长一个心眼 他换了我们也换 首先我们的Artarias对上他的乐带龙 是吧 这个情况下Artarias正确的做法是养能量 而不应该放这个Sky Attack 这个截图就是我要正好要释放Sky Attack的时候 这没必要啊 你何必要放Sky Attack呢 你直接把他小招把它啃死能量攒了就行了 因为他的小招还是大招 我们的Artaria都是双重克制 龙飞双重克制草 这时候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他的小招和大招打死你 你养足了能量 多对了他上那个Artsmo 多放几个Sky Attack 还来的多是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就是这个盾用的不好 咱们为了贪一个Sky Attack 而用了这个盾 没有让Artsmo用Ice Beam 把我的Artaria给打死 这样导致了什么令 导致我用完了Sky Attack之后 我换上我的电鱼 想干掉他的Artsmo 但是他却换上他的Toxic Quark 他Toxic Quark是带地属性伤害的 这点我忘记了 是吧 这样的话变成他的有力的对阵了 是吧 他那个Toxic Quark本来是被我的挖鱼克制的 结果他却对上了我的电鱼 而我因为换了人被锁定住了 我如果让这个Artaria把我那个Ice Beam 把我给打死 我就可以不通过换人 直接把电鱼给选上去 然后来电鱼对阵Artsmo 这样Artsmo就打平了 然后他如果换上Toxic Quark 来对我的电鱼的话 我可以马上换瓦尔鱼来对他的Toxic Quark 是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完胜 就因为我为了贪这个Sky Attack 抢先换上了电鱼 结果反而被他的Toxic Quark 来克制住了 然后结果造成了Artsmo 跟瓦尔鱼的最后巅峰对决 差点 然后那个玩火输掉了 这都是那个这个打的多之后 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累积的 我说我从这次战争中学到的东西 就是这么多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